哈喽大家,今天我们要去温冬喝早茶 今天的这家早茶店我特别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它是我在温哥华最喜欢的早茶之一 甚至可以排到我在整个一个大温地区最喜欢的早茶前两名了 周末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人山人海 不定位就没有位置做 定了位置也要等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拿到桌子 但即便如此,这家店的生意还是非常的火爆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家店有什么特别值得点的菜吧 我先歪个楼啊 我一大早就看到有人在吃片皮鸭 觉得还挺神奇的 下次我准备来尝尝他们家的鸭子好不好吃 前菜我们点了几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猪手 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味道还行 看这个尺寸我觉得像是乳猪的小手 还挺可爱的 泡椒凤爪吃着我觉得一般 但是我的小伙伴还挺喜欢的 煮水拼盆是拼了鸭掌和豆腐 豆腐我觉得还行 鸭掌不好吃,鸭得太烂了 煮水的味道也一般般 这也倒不推荐大家点 鲍鱼上汤饺 是这次我觉得最最惊喜的一道 上汤很浓而且完全没有味精 整一个饺子的料超级足 满满的全都是好东西 而且饺子皮也不会泡得稀烂稀烂的 里面还有一颗小鲍鱼 这道菜我非常喜欢 地狱酥是我每次来的弊点 不过我感觉它的水平不是很稳定 有的时候好吃,有的时候不好吃 里面包的是蒲汁鸭斧 春风得意尝也是我每次的弊点 就是包着油条和虾滑的肠粉 很脆很香很好吃 烧辣四瓶拼的是叉烧烧鸭烧肉 龟飞鸡 就感觉都还行 但是并不惊艳 人多聚餐 点了这个做前菜还蛮不错的 烧麦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我们这次点了两种 一种是鲍鱼烧麦 一种是普通的飞鱼紫蝦烧麦 这两个都很好吃 黑白盛盐包我完全是看图片点的 因为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 但吃起来味道非常的一般 葱姜龙虾长粉饱 我感觉葱姜龙虾跟长粉不是特别搭 更推荐它们的鲍鱼鸡 那个里面还放了沙浆 味道很浓,很好吃 这个我就感觉显得有点普通了 粉果还不错 它们的皮做得挺好的 内馅也很香 最后的蛋挞我感觉也OK 不过如果是刚出炉的话会更好吃 所以最后再来个青菜完美收尾 这一餐就结束了 这家店的价格在所有早茶店里面 应该算是中等偏高的 我们人均50到80的都吃过 取决于点多少菜 还有点多少大菜 如果是单纯点点心的话 不会特别贵 但如果是加一些除点炒菜的话 价格一下子就上来了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它们家周末生意真的非常非常火爆 服务也不是特别的周到 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就避开周末去 因为经常周末是我们定了位置 还要等30到40分钟 最快也要15到20分钟才能拿到位置 而且它们家本来不是特别好停车 一到周末的时候停车就更困难了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大家视频再见了 拜拜